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仔 这条片讲一下明仔的最新近况 最近很多人都说明仔上水,讲一下吧 明仔上水,怎么看啊 怎么看啊? 明仔新的频道,那些片是直立式影片 不是打横那些16比9 是专货手机看的直到片 我不知道在电视上看,可能就会窄了 其实我觉得他这种拍摄也挺有趣的 你说拍脆剧,人们在手机看几秒 就是抖音啊,IG那些片就说 但是他拍是拍讲话片 可能他想自己和人有点不同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Youtuber跟他聊天 就是跟他讲一下,现在Youtube应该怎么做啊,怎么做啊 但老实说,谁敢教他呢? 畅畅都是初代Youtuber 人家第一个Youtuber,用你教? 你问他意见就差不多 但其实我觉得作为一场相识 我会觉得既然都是拍讲话 在点击利益方面,一定是做网台会更多 他现在还做很多图画,做字幕 做到一些节奏很粗 其实看他用英文拍片,就知道他不是说 拿来打香港市场 拿来打广东话市场 广东话市场太小了 如果能够做到用普通话拍片 我点击一定是高很多 他就选择用英文 因为其实他,严格来说不算是一个很地道的香港人 我听他说他很小已经过了加拿大那边 所以之前的公关灾难,我觉得是情有可原 再加上某些很大的网络人在这里吹花 波叔那时候骂得很厉害 波叔现在都潜了水 他出回来,应该没问题吧? 我不知道啊,到时候波叔再上水 因为他之前骂得明仔那么厉害 网友一定就问他 喂,明仔上水了,你怎么看? 你那时候有份骂的 骂了人家的老婆 在湖里怎么滑下去 又叫人什么投鸣 那时候波叔说过很多东西 搞到群情汹涌 人家那件事摆明是一场误会 就算不是,那些网民真的说他 喂,你现在当给白金啊? 白金又怎样? 真的死了人啊,大佬 死了不止一个半个 那用多一元这个所谓白金的形式 去纪念这个活动 一些人,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呢? 十万啊,不是十元啊 不是十万来一元啊,不是十一元啊 我们自己都做不出这些事情的时候 又怎么可以这样批评他呢? 可能有些土豪觉得自己 我动点啊,捐四十万啊,立场新闻啊 他十万来一元? 算是什么东西啊? 二十万都没放在压内啊 你老板都不够一半啊 可能那个扑街是这样的心态啊 不知道的嘛 那时候他就瘋了 竟然将一个被网民冤枉的事件底下 就说到用自己的subscriber抵押 如果你不批评他,批评我 那时候我没有怎么留意 这些网络新闻的 如果我那时候都是参与,好像现在这样 我怎么知道那时候这么大件事呢 我是会疯狂去插博叔的 幸好我那时候没这么做 因为那时候群情洶涌 如果不是,我估我那时候的 后果会和明仔差不多 甚至被人列了是蓝色的KOL 但是其实 你们看了这么久 YouTube应该都很醒目 蓝色的KOL 不是我们这些 不是我们这些 将事件带出来 然后分错队 讲解一下这些叫蓝色 真正正正的蓝色KOL 他们讲话是有大纲的 他们每一天的题目的风向是一样的 那一陣子就一起说叶德贤 这陣子又说一些 习大大有几英明神武的东西 他们每一天说的东西是差不多 因为他们是开个会 有一个既定的目标 要怎么说 风向就很一致 那一陣子为了选举 为了立法会就说那些东西 那一陣子想打散某一个艺人的力量 就不断追击叶德贤 那那些真是蓝的艺人 甚至你会看到在YouTube的封面 首页你们没有订阅的 他们会不停地彈在你的首页上 那明仔这些 你说他是蓝 他怎样蓝呢 他不是女YouTuber 我知道 他是蓝YouTuber 如果你说蓝就那个蓝 对 我觉得是老屈的 好像一单鸳肉那样 那时候看到就很不开心 甚至有个瘋子喝醉酒在发神经 这样说话都可以 你隔着屏幕 一般以为自己大份有 很臭的 说话就大大声 好像很適合 又被了几个坐在桌上 有一条瘋子在说这些东西 你说这肥子会不会被人爆瓶呢 那见到明仔现在出来了 但是他说的东西又很有趣 他说的东西 是不是现在世界在关注的事 因为他说的是世界历史 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兴趣 因为我的人又不是太实际 如果你说说什么世界局面 政治那些 我真的尝试过想着去说 我七有尝试过 但是我不懂 基本上我不做这些网台节目 我直谈不齿理这些东西 但我见说这些好像很好点击 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些东西 那试试说 看看 一看到什么特朗普拜登 我已经睡觉了 绝对不可能做到像明仔那样 讲很多世界历史分析 资料性的东西 甚至是全英文 你看到他现在打的就是 爱国人的市场 希望他想得对成功 因为他现在做的事 我见到香港YouTuber 就没有人做过 他也是YouTube界的元祖 他曾经说过自己一个幕后人 他想一样东西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真的很希望他再次能够成功 但我觉得他也不应该荒废自己 旧的频道 始终旧的频道也是很多订阅 就算拍片不同以前 以前我想群情洶涌的时候 那些人会走来说你 又说暗示 但说真的 要走的 他们都走了 是不支持你的 是诬蔑你的 是误会你的 时间会令到他们明白 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第一好像当时 波叔叫人暗示他 群情洶涌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Facebook有些人 和我是共同朋友 平时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个个走来PM我 说见到我 还有follow我明仔的Facebook 叫我快点unlike他 你反政府没那么齐心 反明仔也没那么齐心 你这些混蛋 走来PM我 一晚收十个八个 对任何看到 我这个人还有like 就是去他的page 这个是我的共同朋友 我就私信他 叫他unfollow这个人 对运动有什么帮助呢 香港人经常都是浪费力 去做这些事情 比我醉酒佬说几句 说到实在实在 就搞了一件事出来 老实说 当时他以为自己都恶了 博叔 只不过当时 那些人是不似去做这些 不似去发表自己的言论 我当时都不说这些 闲事莫理 闲地莫企 我们小时候就懂了 现在我说 只不过我讨论这些 是变成了我的职业 变成了一个稳定的收入 你说以前说这些 你叫我识了盈利 YouTube没有广告那个年代 我总是不敢说 说什么 如果我之前说 我帮明仔的 可能我和他下场都是差不多 可能都要消失一头半载 我不知道 只是猜而已 因为我真的没有参与到 看到有些懂得的人 被人欺凌 攻击 其实那时候是很不开心 所以为什么波叔 跟我有两句顶撞 我会拿出这些点 几乎你老妹 我跟你说笑 真的 对我说 对不对我说不对 波叔和明仔那件事 我就觉得是 有个瘋子人在 看到有人花式自杀 然后走过去抽水 抽完水之后在扮英雄 我那时候看到就是这样 但我第一时间 只懂得和穷飞龙那些说 我们自己在围内讨论 没有人在网上帮他发声 其实在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是 脱水 在那时候有点看不起自己 但后来做了这些 这样的网台节目之后 发现原来自己的平台是可以 帮到某些人 讲一些东西出来 带出个问题 我是这么看的 有时候不是说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声音 只不过是那时候 那些人的智慧都没开 都没觉醒 借舍 已分发 你不是A就是B 不是主客 和你都没识买 原来主客和之间 还有很多格 有心有钱 有些有黄到爆炸 但是接买一广过蓝 入了货红 变色龙什么鬼都有 那个年代 其实对世界的运作 还没有很了解 其实那时候有点生气自己 就是说 为什么见到一个朋友 说出了这些东西 这样被人骂 自己不出声呢 幸好 今时今日 自己都是 还在做这些网上的节目 在发表自己想说的东西 希望鸣仔 接下来可以东山再起 他转型都不是第一次了 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拍那些 今天明小李 今天飞风那些 很快的节奏 三分钟说完 那时候不是靠点击赚钱的 那时候你说二百万点击 都没有我们的 你说现在就不同了 二百万点击 小极都收回万六元了 八九水十万 如果短片 现在就不同了 之后见过转型的 拍drama 之后就变成了旅游blocker 都是相当成功的 现在讲这个世界历史 究竟是什么葫芦 什么药呢 究竟是不是打英文的战线 外国的市场 成不成功 那真的要看观众的反应 因为他现在讲的东西 肯定不是现在香港人 大部分关注的东西 我甚至看了一阵 就觉得 为什么拍这些东西 真的很奇怪 他以前讲的 今天freestyle 其实都是有些抽水的成分 都是讲一些热门话题 但是用一个风趣幽默的方式 讲出来 他以前讲的什么神棍 飞轮海头 那些全部都是网络热话 基本上 但是现在的世界 没办法那些东西太快了 比以前更快 以前在讲 电视台永远不会追得及 网上的世界 就是他拍一个剧集 盛女 他用八个月 最少八个月时间 整个制作出来二十集 但是你讲盛女 我最多一个星期之后 就拍一条drama出来 那你电视台哪有够我们快 那时候 现在 一个星期都不够快了 现在的网络热话是即日讲的 好像新闻那样说的 所以现在的世界 比以前更难做 比以前更难做 竞争的对手 也多了很多很多 以前 说来说去 也有那几个而已 有几年 现在的视频 都是Cero甲戴 Cooking Hei Hei Bomba Emma Leo 五公子 五仔 雄飞龙 明仔 女仔有些小花 大佬B那些 现在的新人多到 看都看不完 他已经很红了 我是看一些网络热话 然后 比如说 看什么 之前有些人 说他的食材 是打针 雪花牛 又说有另外一个 Foodblocker 在网上说他 直播的时候 然后再看那两个Foodblocker 我也不懂 其实订阅也有十多二十万 现在新人真是背出 也有很多网台的节目 很多的时间都会消费在其他人上面 那我们又怎样可以 找到他们的 attention呢 我们再怎样服侍这帮网络大帝呢 就是那些网民呢 我想现在做的事 是要多过以前很多 也要快过以前很多 但我看到他 这些影片 有剪接有字幕 全英文 其实他不做YouTuber 教书都可以 真的 我觉得他搞英文都可以 我觉得他 以前我升冰仔 他所说是最想做导演的 我看他也试过 做过 其实他真的什么鬼都做过 究竟还有没有那个导演梦呢 但是就算有这个梦 我想现在要拍一些大制作 可能也很难 大制作你一会就回大陆 我看他之前好像在大陆 是拍那一套网大 是不是病毒的僵尸呢 类似这样的电影 现在又封了关 又限帅令 现在要拍drama 就难很多了 以前我觉得他刚刚转型做drama 也挺成功的 那个人红呢 其实你要找什么班底合作 也是很容易的 现在他又走了一条新的路 直立式的影片 好像抖音那样看 电话直立式 但是用英文讲历史 我不知道那条影片有多高 受不受欢迎 还是他现在做的事 是他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事 不知道的 正等于我当初问他 我会不会买个咪 他跟我说 我是你我就不会买个咪 但是我想他也不会猜到我会唱歌 也是唱到歌 我也不知道他最终的目标 最终的理想是做什么 可能他就是想做这些东西 不知道的 可能他就是想和人讲一些历史上他的见解 虽然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受众 但老实说一个聪明的人 他们喜欢的东西 不会是太低层次的 如果让我有得选 我都不会日日曝着网络 有什么热话我就说那些东西 其实我在做这些东西之前 我是已经与世无争的 直立不想理这些东西 他现在的话题就是一些 比较偏满 比较学术性的话题 不行就要他继续坚持努力做下去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是量产型的了 你看萧生这么成功 你就知道 输出的影片时间量 以及生产量 就是成功经营YouTube channel的方向 在现在这个年代 究竟营仔之后 能不能够东山再起 那就要一直留意着 他的最新动向 如果还没订阅他最新的channel 大家记住在他的facebook 或者在YouTube 看看他的消息 然后订阅他最新的channel 也订阅他最新的channel 能够的最新的channel